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猪博大熊 先说坏消息 好消息放到后面说 美国NBC报道说 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 俄罗斯军队破坏并运走了所在战略区内 乌克兰博物馆的大量高端珍贵的古代珠宝 绘画、雕塑和宗教文物等 这被认为是俄罗斯政府有意识地试图消除和破坏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认同 国际文化组织和监督机构已经谴责了这种有组织的破坏和掠夺行为 这次世纪大战给乌克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及文化损失 乌政府在致力于国内经济恢复的同时 还在国际上呼吁寻找被俄军盗走的艺术品 据说目前已经有了一些成果 出现在欧洲国家的一些乌克兰艺术品 被认为是俄罗斯军队掠夺后通过黑市转迈过去的 乌克兰国家奥委会主席 古泽特在电视节目中说 截至去年底 已经有超过400名乌克兰运动员在这场战争中丧生 他们有的是在抵抗侵略时阵亡 有的是在后方死于俄罗斯军队发射的导弹和自杀15人机 此外 还有约500项体育设施在俄军的轰炸中被破坏 除了经济文化上的破坏 大俄发动的战争还给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 乌克兰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部透露 在全面战争爆发后 俄罗斯军队给乌克兰环境造成的破坏损失 价值总计超过596亿美元 其中仅在顿泰斯克地区造成的环境破坏 就超过了186亿美元 而这些环境破坏还具有长期后果 乌克兰政府和国际司法部门将对此进行适当的法律评估 此前乌克兰外长顾列巴对媒体说 被西方冻结的300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 只能够满足乌克兰重建80%的需要 这意味着剩余的重建费用 需要在战争结束后由俄罗斯政府支付 当然前提是乌克兰及其支持者能赢得这场战争 他还说同样 俄罗斯军队的在战争中 给乌克兰造成的文化和环境等的破坏 也需要由俄罗斯政府支付 即便是克里姆林宫换人也是如此 战争的代价需要所有俄罗斯人一道承担 俄罗斯人在这场战争中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死亡超38万人 受伤不计其数 无数个家庭因此遭遇灭定之灾 就是目前一些大河腹地的内陆城市居民 也在因战争导致的停水停电 没暖气而忍受的战争带来的痛苦滋味 媒体爆出了一个例子 也是因战争而发生的悲剧 俄罗斯金刚石安泰空天军事防御 康采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设计总局的一个工程师 名字叫安东伊格列维奇 格鲁贝兹 他被人发现了死在自己的公寓里 人们找到了他的遗书 他在遗书上称 他参与设计的导弹 击中了位于哈尔科夫的外婆家 我外婆死了 他写道 我不法忍受现在发生的一切 只有恐怖和噩梦 我不想接受现实 但外婆不会再回来了 请原谅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据称俄罗斯警方正在调查该时间 俄方倾向于他是被谋杀 分析人士猜测 这或许与俄军日前对乌格兰尝试 哈尔科夫的袭击有关 上周该是遭到俄军发射的S-300防空导弹的攻击 造成失人死亡 超过50人受伤 俄军经常使用S-300防空导弹进行对地攻击 袭击哈尔科夫等脱离俄军炮兵射程外的目标 由于在对地攻击时 准头不准等因素 哈尔科夫的居民楼等民用设施经常被俄军击中 而S-300防空导弹的战斗部重量超过100千克 比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火箭弹战斗部还要重 这便造成了袭击发生后 乌克兰很多居民楼等民用目标被摧毁的面目全非 触目惊喜 这也是乌克兰军队屡屡反击突袭比尔格罗德的主要原因 因为比尔格罗德不仅是俄罗斯军队 侵入乌克兰境内参战的前线基地之一 也是俄军最主要的后勤装备补给基地 俄军经常在比尔格罗德发射S-300防空导弹 对地攻击哈尔科夫 比如前不久在比尔格罗德 被击落的那架伊尔76大型运出机 乌方就说 它运载有对地攻击的S-300防空导弹 在这场不宜之战中 死亡的不仅有俄罗斯军事工程师的外婆 还有更多的年轻军人 热潜 被乌军海马斯火箭炮突袭的俄军 波克罗夫卡训练场一试 被媒体曝光细节 该训练场 位于伊洛瓦伊斯克以东 包括俄罗斯电报频道 齐卡OJPO在内的一些消息源 显示 24日下午3点左右的这次精确打击 共造成正在授训的俄军 第78528部队 24名FPV无人机操作员死亡 令有四人受伤 如此机密的地点 被乌方发现 日前以介绍是俄军负责 该训练项目的军官 使用了非保密渠道的社交媒体 他发送了训练场坐标 相关信息正好被乌方情报部门截获 所以就出现了俄军无人机操作训练基地 被连国端的事情 几天前 法国再次向乌克兰提供了两辆M270火箭炮 目前乌克兰军队拥有的M270和海马斯 两款火箭炮都发射了精确制导火箭弹 包括M30系列和M31系列 前者能在目标上空 迸射出大量的乌合金钢珠杀伤人员和装备 后者则拥有一个重90千克的穿甲战斗部 专门对付俄军的指挥所 军事和装备基地等应目标 某游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还在持续 并逐步的加大力度 1月28日 德国财政部长 自由民主党领袖 林德纳敦促欧洲伙伴 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 林德纳在该党会议上表示 德国正在做出自己的贡献 并且如果需要将动员更多力量 来说 欧洲是一个价值观 共同体 这一点现在就应该得到证明 德国不会背弃承诺 已经承担欧洲对乌克兰援助的一半 此前 德国总理舒尔茨发言 敦促欧洲国家 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 并希望2月1日召开的欧盟峰会上 合作伙伴决定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武器 同时 舒尔茨还计划在2月9日访问美国 与拜登商讨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 根据统计数字 综合援助乌克兰最多的是欧盟和欧洲国家 而美国援助的军事装备最多 消息透露 如果美国无法通过对乌新一轮的援助 英国德国表示 欧洲将独立承担对乌克兰的援助 昨天传出的媒体交界说 美国新修订了援助乌克兰的战略 称只支持乌克兰维持住目前的边界 同时支持乌方发展经济和军事能力 这个消息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不过有一点已经正式 美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 来自共和党的阻力非常大 而且这两天 还发生了很多可能影响未来局势的大事 前两天传出美国两党 以基本就援助乌克兰一事 达成了妥协 国会通过援武计划 基本没有悬念了 然而 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美国参议院通过两党妥协的边界协议 基本没问题 但美国众议院议长 共和党人迈克约翰逊就表示 参议院的边界协议 在送到众议院的那一刻已经死亡 他言下之意 是不会批准边界协议的 这意味着援助乌克兰的计划 又有新的变数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特朗普的铁哥们迈克约翰逊 跟特朗普一样 始终坚决的反对援助乌克兰 他们这个观点很难改变 有媒体汇总的相关资料后说 自从共和党人在众议院掌权后 就没有批准新的援助计划 前共和党议长 麦克阿西还是个温和派 懂点妥协 而麦克约翰逊则是标准的顽固派 他是千方百计阻挠援助乌克兰的人 刚被法院判决强奸和诽谤罪成立并罚款 8,330万美元的特朗普 为了转移视线 又在内华达州公开宣称 为公布的两党协议是一项糟糕的法案 他称没有机会获得通过 同时 唐普还为众议院议长 约翰逊在参议院边界 协议送达众议院时 将宣布该法案无效 表达了赞扬这两个好哥们 有点一唱一鹤意味了 边界协议如果不能通过 将意味着 袁竹刊的610亿美元存在变数 不过 媒体与信息的作用是神奇的 会让共和党亡古派和特朗普 现出原形 其丑陋的一面 正逐步的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表示 一旦国会同意边界协议 他将按协议收紧边界 尽快地援助乌克兰 然而 共和党亡古派根本不想让协议通过 就是托 以边界问题作为幌子托着 阻止援助乌克兰 有个共和党人就宣称 要将边界协议放到11月份再讨论 这不等于说 这10个月内就不打算援助乌克兰了 很明显 就是反对援助乌克兰 把援助一事脱黄 就是想要看着乌克兰 无法打败大陆 这背后的小算盘就是区间支持俄罗斯 在结合年前欧洲100多议员相约去美国 试图说服美国国会支持援助乌克兰 结果无果而终一事 事情就更明了了 所以 未来美国要想通过援助乌克兰的新计划 已经不容易了 因此 未来就要看欧洲及欧盟各国了 好在 之前德国英国都已表态 即使没有美国 要支持乌克兰 打败大俄 法国意大利等欧洲经济大国 近期 已经在跟进了 加大援助力度 顺便说点其他的 如果美国任由共和党顽固派这么折腾 他的未来很难在国际舞台上 跟以前那样发挥号召力了 而且 还可能会把老美上百年积攒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 逐渐的折腾满 有人可能联想不到这一点 因为这需要一定前瞻思维才行 简单说 共和党人的理念是保守 保守意味着向后看 在边境建墙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目的是不想与更多人分享发展成果 但是 他们忘了正是很多移民及移民后代 在当今美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界 担当着领袖角色 没有这些移民及移民后代 就没有美国现在的成就 另外 共和党及特朗普等人 也想趁机通过打边境派 转移美国人的注意力 攻击拜登的边境政策 以此换来一部分保守选民的支持 这也算是他们一贯的作风 爱打小算吧 算小仗 不会算大仗 没有前瞻眼光 这也是保守派的主要特点之一 再者 共和党顽固派主张白人至上 关起门来过日子 一些顽固派 还与极右极极端组织有勾连 这也是一种向后看的理念 这种理念只会破坏老美的稳定 发展和进步 其三 特朗普在执政的时候 就跟传统盟友多次闹不愉快 摩擦不断 甚至翻脸 他在前几天还攻击北约组织 认为应该解散北约 先不说别的啊 解散了北约 谁最高兴啊 不用多说了吧 特朗普的这种思维 在共和党中很有失差 尤其是在那些顽固派中 其次 保守顽固派还有一个特点 喜欢做假造势 利用虚假的口号式的宣扬 来迷惑人 同时 没有底线的造假 攻击竞争对手 翻动是非 是高手 上当的人很多 其五 针对特朗普曾公开说 非法移民 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 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 穆尔科夫斯基 直接回怼他说 不是非法移民 而是唐纳德 川普的言行 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 这两天 媒体也在大量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人 德克萨斯州州长 阿博特公开批评拜登的移民政策 2024年1月23日 美国最高法院以五票赞场 四票反对的结果 授权美国联邦执法机构边境协陋队 拆除德州擅自搭建的 危害移民生命安全的蛇腹型铁丝网 别介绍 蛇腹型铁丝网上面有锋利的刀片 对接近者伤害很大 阿博特却号召开展代号 孤星行动的一系列部署 来阻止这种铁丝网被拆除 他还调动了当地的国民警卫队 继续的修建和加固铁丝网 和联邦执法人员进行武装对峙 这是公然与最高法院的裁决进行对抗 首先常识告诉我们 他的做法是违法的 其次他这么做的后果很严重 会起到反向示范的效应 据称有20多个共和党人控制的州长 声明支持他对抗最高法的 大俄的国安副主席梅德维基夫 与美国共和党人遥相呼应 不时时机的发了一枚口炮 他说美国边界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俄罗斯政府和人民将坚定不移的 同德克萨斯州站在一起 我们支持他们 对抗美国联邦政府 特朗普也趁机号召党内战 还有共和党议员直接宣称 要让共和党控制的州 跟民主党控制的州分家 特朗普还公开呼吁全美各地的MJ穿粉携带武器 前往美墨边界 对抗美国联邦政府 并阻止边境移民进入美国 这是真要闹分裂了吗 如果真分裂了 天底下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了 他还能雄具第一强国的宝座吗 当然不能 这也是让美国真正衰落的好法子 当然了 一向反美的人对此都乐见其成 仅从以上这一点就能明白 如果让共和党长期的把持国会角色权 或者让顽固派如特朗普等人再次的执政 他们只会把美国带到沟里去 不幸可以走着瞧 当地时间1月26日 美国国务院同意了两项军售计划 除了向土耳其出售价值230亿美元的新型F-15战斗机 以及升级套件外 还向希腊出售了价值86亿美元的先进的装备 这些先进装备 即包括最多40架F-35战斗机 也包括军舰 坦克和装甲车等 昨天 希腊也同意了 将向乌克兰转让其军队 不再使用的系统和设备 包括乌方希望拥有的托尔黄蜂S-300防空系统 ZU-232高射炮及其弹药 以换取美国的军事援助 美国将批准向雅典出售F-35战斗机 以及附加的直接军事援助 英媒报道 希腊总理米佐塔西斯 已同意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提议 既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希腊军队装备的大量的遏制武器 弹药以及零配件 以换取美国政府的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公开资料显示 希腊军队有大量的遏制武器 仅防空武器就有多达523套 包括先进的S300PMU-1 道尔M1 也包括老式的奥萨尔和ZPU-232 所有的防空系统和高射炮都配备有导弹炮弹 在经过检修后可以立即的投入实战使用 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 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希望大量的装备俄式武器的希腊 能参与军事援助乌克兰 经过观察形式和再三斟酌 希腊现在终于下决心了 这也跟欧洲其他国家一样 他们都在逐步醒来 此前德国也通过了提供先进陆战装备的方式 换取希腊向乌克兰提供包括 BMP-1步兵弹车在内的大量的武器和弹药 与此同时 又传出了一些以正式和未经正式的好消息 在拜登的妥协下 美帝两党关于援武政策的分歧可能化解了 据称昨天双方在援助乌克兰法案上取得重大突破 美国务院已批准向乌方出售40架新的F16V战斗器 还打算出资230亿美元 将美方现有的79架F16C型号的战机升级为F16V 据说美国据说乌克兰还将获得以86亿美元 购买40架F35A的批准计划 这个有点大 需要验证该消息 托尔齐同意瑞典加入北约 薛亚利不再阻止援助乌克兰 斯洛伐克的亲俄总理在民众连日的示威抗议下 也宣布遵从欧盟的共识 不再说乌克兰没有主权了 据说斯洛伐克总理访问乌克兰后 薛亚利总理欧尔班也坐不住了 准备紧随其后立即访问乌克兰 欧洲方面的形势发展 对乌克兰非常有利 可谓好事不断 另外 美国参议院专业委员会 已通过为乌克兰重建经济繁荣的法案 其中包括使用冻结的俄罗斯的非法海外资产 用于乌克兰战后经济重建 法律层面已经没有问题 下一步将是实际操作阶段了 节目最后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临近春节 大雄向大家讨要一些打赏 向朋友们寻求一些帮助 虽说有些讨人闲 但也是无奈之趣 有时感觉活得像个蝼蚁 但我也很赞同一句话 生如蝼蚁 当存红骨之质 命用纸薄 应有不屈之心 若没有躺赢的命啊 那就站起来奔跑吧 大雄认为 为正义发生 也是向邪恶亮剑 你说呢 2023年感恩与朋友们同行 2024年 期待继续与大家作伴 ED 大家看